不造訪大陸北京也沒有二次馬席會避開高度政治爭議 前總統馬英九3月27到4月7號首度出訪大陸 是兩岸分治後74年來第一位踏上對岸土地的卸任元首 中華民國卸任總統身份敏感陸方到時就稱呼馬先生 會見到哪些大陸官員客隨主便 馬前總統27號出發第一站南京 將參訪孫中山先生故居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 30號的武漢新泰革命起義紀念館 跟武漢大學學生作談 4月1號則到長沙湘潭市白石鎮祭組 跟湖南大學學生作談 再到重慶參訪抗戰遺址博物館等 最後一站上海會跟復旦大學學生作談 也會到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和平飯店等 4月7號尚午返台 兩岸形勢非常緊張 我們如果能夠為兩岸的緩解 兩岸的和平盡一份心力 我想馬前總統是責務旁貸 這一次隨團人員除了前總統府秘書長曾永全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基金會大九學堂30位青年 馬家四姐妹也會前往 由於馬前總統卸任青年 出境管制已過 基金會已經在20號9點前 遞交文件給總統府 而隨乎安排傳出江湖配槍 尾案的部分我們就尊重國安局的相關規劃 儘管定調家務事青年交流 馬前總統初次訪路 判由自己先讓兩岸春暖花開 TVBS新聞董佑軍時封於立品 SM小組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